2024年總統選舉已經落幕 極家歡樂極家愁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dpman 今天來跟大家講講三位還是候選人時的土地爭議懶人包 會選在選完才講解 主要也是怕若內容有誤影響大家 這邊不討論各黨內爭議 只針對個人事件 那我們影片馬上開始 柯文哲爸爸於2008年和四位醫生合買農地 這邊我猜是希望未來小孩回新竹後有塊地可以運用 有點像是買著放也可以等增值 而柯文哲表示購買當時就已經鋪上柏油 並不清楚細節 幾年後有遊覽車業者向騎乘租停放遊覽車 於是就乘租給對方了 平常也沒特別注意 當然反方認為都有在繳稅 不太可能不知道是農業用地 除了質疑柯文哲知法犯法外 也質疑被抓到才處理 不過這邊就是各說各話 但也由於被查到後立即處理補稅 所以事後這件事也沒有繼續延燒下去 賴清德與萬里的老家被抱有違建爭議 後續也有網友陸續搞笑更改Google地標等 其實早期的萬里區某些里是以煤礦業為主 當時被政府劃分為礦業用地是可以合法蓋工僚的 但在民國47年時 礦區產權轉移至經濟部所屬的台農公司所有 而台農公司在民國95年時賣出該區大量土地 居民抗議為國最終財務還地 而某些比較尷尬的地就留在那邊 形成了灰色地帶 其中本次事件的爭議是 由於賴清德老家是灰色地帶的既存違建 所以是牌拆不裁罰 而若是在民國70年以前就存在 且沒有修建等異動的話 那其公僚是可以申請合法房屋的 根據賴方的說法 該門牌確實是民國60年左右拿到的 但反方就質疑2003年時有修建完工的二層建物 那就不符合民國70年後沒有修建啊 簡單的說 賴方主張既存違建是灰色地帶 且沒有動工過 但反方則是強調有動工過 空拍圖也是各說各話 而也由於因選舉產生的疑似違法項目 過往經驗大家都是任命處理 但本次賴清德不處理 直到最後才供托成礦工生活紀念館 所以才會引起廣大討論 本次不講文化大學的九九門牌凱旋苑 而是講合法但卻怪怪的新莊列地案 1972年時 侯友宜的岳父購買新莊復興段的土地 1983年時 侯太太繼承了該區段254地號的持分土地 1987年時 地極圖重測發現該地號劃分有益 影響人數約20位左右的地主 也就是有20個人擁有這塊地 2011年開始為了讓土地單純化 侯友宜開始找部分持有的地主 逐步購買土地 至今仍在處理相關事宜 而侯友宜在新北市副市長 是從2010年開始任期8年 2018年之後變成市長 但民進黨就質疑 哪有就這麼剛好 你當副市長就開始買地 且還不斷擴增該區域的都更 及擴大容積獎勵範圍 當然侯友宜是強調 他購買的土地不在都更範圍內 所以不受影響 聽不懂沒關係 簡單的說 你可以想像你買了一塊很靠近都更的土地 然後因為你是新北市長 所以可能有處理相關公務的權利 劍商一定也知道 也許會加速送件該區域的都更案 對你而言 也因為可能會加速該區域都更 即使你家沒有都更到 只要在附近都有機會提高土地價值 假設有100件都更案送件上來 其中一件在你家附近 你在審核排序的優先上 應該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吧 當然侯友宜的說法是 一切合法 單就整個過程確實一切合法 但似乎好像哪裡怪怪的 也不免讓人感覺有貓膩 我個人認為若事件本身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柯文則是買了一塊農地 未來也許有機會增值或是做其他運用 這段時間出租成遊覽車停車場 賺一點小錢 賴清德老家則比較像是遺留下來的 灰色地帶房地產 占地為王 而且不處理 侯友宜則是一切合法的 疑似沒證據草地 我個人感覺前兩者違法 後者合法 但後者好像比較讓人生氣餒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 好啦 您按讚有些製作影片的原動力 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或留言 跟我們一起討論 我是CPm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